大家好,我是陈锦,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做一个有关乐器的分享。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我们的音乐文化远远流长,而被称为弹波乐之王的琵琶,不仅在中华民族音乐历史和文化中非常具有代表性,在世界音乐文化融会交流的今天,它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我今天的分享主要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横跨琴汉到明清历史的琵琶历史溯源,第二部分是明清以后的琵琶流派,第三部分是基于当代琵琶的发展现状,与大家分享当代传统琵琶的构造,演奏方法,音色特点,以及地域特色。 在其中的执法归纳部分,我可能会有一些演奏示范,以便让大家更好的理解。 最后一部分,我将挑选几首比较有代表性又具有不同风格的琵琶作品,与大家分享。 在对琵琶历史进行追溯之前,大家可以先想一想,在你了解琵琶这个乐器之前,你认为的历史上的琵琶是什么样子的。 如果你去过敦煌,看过那里的壁画,你可能会对这些图片有所印象,甚至对琵琶这个乐器有所好奇。 大家可以从图中看到,从形质上看,图中所画的古代琵琶有圆形,葫芦形,花瓣形,有曲向,直向,还有弯曲的形状。 从持琴方式上看,有向下斜抱,有横着抱的,大家可以看到中间这张图上的演奏者手持一个大扇子一样的东西。 这种东西我们称之为汉拔或者波子,说明历史上的琵琶演奏方式与现在的纸弹有所不同,还有斜向上抱的。 而从演奏姿势上看,有站着弹琴,坐着弹琴,还有从脖子后面反弹的。 我想大家对这种演奏方式并不陌生,或许还有一些好奇,但实际上大家应该知道,敦煌壁画很多带有一定的神话和想象, 所以这种演奏方式在古代未必存在,如果真的有,可能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舞蹈表演的方式存在。 但至少在现在以这种方式来演奏琵琶是难以做到的。 除此之外,还有盘腿弹,在马背上弹,在骆驼上弹等等。 这些图片中所展示的大多是敦煌壁画上有关琵琶的图绘记载。 我们很多有关琵琶历史的考证与推论,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此。 大量的资料说明,琵琶并不是在今天才繁荣的一件乐器。 在过去,已经有大量的记载证明了这个乐器的存在, 并且随着朝代的更替,在行制、演奏方式等方面都在进行着不断的变化。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琵琶在历史上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按照时间线,我将琵琶的历史发展划分成了秦汉、魏晋、唐宋、明清以及明清以后四个时间节点。 在秦汉时期,琵琶是中西文化的产物,它的来源可以分为两只。 一只来自中华大地,另一只则来自外邦国家。 首先来看中原本土的琵琶早期雏形。 这一只琵琶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朝,也就是大约公元前两百多年的时候。 魏晋名臣傅玄,在他所作的琵琶傅旭中提到, 杜智已为迎秦之末,盖苦长城之意,百姓贤逃而古之。 意思是秦国大臣杜智认为,在秦朝末年,秦始皇修筑长城之时, 百姓为排解劳逸之苦,将一种名为陶的波浪鼓道智,张之以弦来弹奏。 这就是我国贤民乐器的雏形。 南朝成人士之将所作的《古今月录》中,也提到琵琶出于弦陶, 说明琵琶最早的厨身便是弦陶。 弦陶的样子大概如此,它比较类似于今天的三弦, 因此也有人说它是三弦的前身, 而到了汉朝时期,大约在公元前一百多年的时候, 出现了名为汉琵琶的另一种琵琶早期雏形。 旧唐书《音乐志》中有记载, 即汉武帝嫁宗女于乌孙, 哪才征住为马上月,已为其乡国之司。 就是说汉武帝为了抗击匈奴, 派张谦出使, 为于今天的新疆地区的乌孙国, 结为联盟, 又以宗侍女、戏君公主远嫁给乌孙人的首领昆默。 临行前,汉武帝命董音律的工人参照一些乐器的属性特点, 为他们制作了可以骑在马上弹奏的乐器, 一届遥远旅途的寂寞思念之情。 这个乐器被称为汉琵琶。 而关于琵琶行制, 唐代的《乐复杂录》中也有记载, 使自乌孙公主造, 马上弹之由直向者、取向者。 但一般认为, 出自我国的琵琶多为直向, 取向琵琶由西域传入, 所以这里的有直向者、 有取向者的说法, 应该是中西文化交流之后的结果。 这个我们会在后面讲到。 大家可以看到, 左边这张图是上过国家宝藏节目的 《三彩骆驼》在月涌。 形象生动地描绘了中原和西域文化交流的这一过程。 而右边这张图是刻于 罗电子弹五弦琵琶面板上的图绘, 描绘了一个人在骆驼上弹奏琵琶。 从这张图中可以看出, 骆驼上的这个人, 鼻梁奸挺, 不像是中原人, 应该是湖人, 可能来自波斯, 也可能来自秋辞, 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地区。 《丝绸之路》起源于西汉, 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 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已经开始了, 而西方的琵琶文化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流入了中原大地。 所谓西方的琵琶, 追溯其源头, 则与公元前三千多年的古美索布达米亚平原的乐器 乌德有关。 最早的乌德图像出现在位于今天伊拉克境内的美索布达米亚平原地区。 乌德也被人称作巴尔巴特琴, 英文Barbert, 与琵琶的发音有点类似, 所以有学者认为琵琶的发音起源于此。 我们可以认为乌德是几乎绝大多数弹播乐器的祖先, 他向西流入欧洲发展了Lute家族, 向东流入了中国发展了琵琶家族。 这就是乌德与琵琶有着类似的形制, 现在仍然存在于一些中东国家, 并且形制在不同地区也有所不同。 当然,乌德变为琵琶同样经历了相当漫长而复杂的演变过程, 而华丽转身之后的样子, 我们可以在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之后来探讨。 魏晋时期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西方传入的琵琶与我国本土的琵琶, 在融合发展了一段时间之后, 主要形成了三种类型的琵琶, 它分别是软弦琵琶、 五弦琵琶和曲相琵琶。 第一种是软弦, 通典中有记载, 软弦亦琴琶琶演, 今乐奏琵琶, 俗谓琴汉子, 原体修锦而小, 已是弦陶之一致。 软弦琵琶又称琴琶或琴汉子, 它由弦陶演变而来, 因为竹林七弦之一软弦, 非常精于这种琴琶琶的演奏, 并在中原琵琶和西域琶的基础之上, 对它进行了大胆的改革, 所以后世称之为软弦琴琶。 左边是复原的软弦琴琶, 右边是现在乐队中常见的软。 软弦琴琶被认为是如今软的前身, 但实际上在唐代以前, 琵琶所指包含了绝大多数的弹拨乐器。 第二种是五弦琵琶, 在北魏时期, 也是在公元三百多年的时候, 从印度传入中国, 途经秋祠及今天的新疆地区, 随有名秋祠琵琶。 另外,从通典、北史较多的记载中, 也可以说明, 一方面五弦在当时已经十分繁荣, 另一方面随着琵琶形质的发展和变化, 五弦琵琶和琵琶渐属于两种不同的种类。 五弦琵琶称为五弦, 与琵琶区分开篮。 这就是五弦琵琶。 面板上的这个花纹就是刚才向大家展示的 胡人弹琴于骆驼上的图片。 现存的唯一一把唐代的五弦, 现在陈设于日本奈良的正苍苑中。 第三种是曲向琵琶。 琵琶是外来乐器的说法, 大家应该都有所耳闻。 这里的琵琶指的就是曲向琵琶。 随书音乐志中有记载, 即曲向琵琶数空喉并出西域, 飞华夏旧气。 东晋时期,也就是大约公元350年左右, 曲向琵琶由波斯传入中国的北方, 大约两百年之后传到南方。 关于琵琶名字的由来, 这里有记载, 琵琶本处于湖中, 马上古也, 推手前约琵, 民手却约爬, 向其古时, 因你为名也。 但前面提到, 琵琶可能是巴尔巴特琴的异音, 关于这一点, 学界仍在争论中。 而由于五行和曲向琵琶都出自西域, 西域在当时被称为胡, 因此他们也被统称为胡琵琶。 这个就是胡琵琶的样子, 琴颈部弯曲程度接近90度。 到了唐宋时期, 唐宋时期是琵琶艺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 这一时期, 多种类型琵琶并存, 并在发展过程中丰富和改进了形制, 以及演奏技术。 如果说唐朝以前的琵琶是所有游锦弹播乐的总称, 包括软、三弦、五弦等等, 这一时期的琵琶渐渐有了更加明确的指向性, 它所指的就是曲向琵琶。 从形制上看, 文献通考中有记载, 唐乐有大小琵琶之志, 今教坊所用, 乃其曲景者非直景也。 这一时期所指的琵琶以梨形、曲向、短景为主要形制, 而之所以保留曲向的特点, 则是因为曲向盖变于极观也, 就是说曲向的设计可以增大弦的张力, 便于演奏出更有力量的音色。 除了形制上的改建变化, 还有弦术的变化, 唐朝的琵琶和五弦最为繁荣, 但在宋朝时期五弦渐渐消失, 除此之外, 坐姿也在这一时期发生变化。 前面提到, 琵琶本处于湖州马上古也, 而新唐音乐制有云 芬月维尔布唐下立奏为之立不计, 唐上坐奏为之坐不计。 如果说早期琵琶演奏于马上骆驼上, 这一时期就有唐下立奏、唐上坐奏两种演奏方式。 这也说明琵琶演奏由原来的私人娱乐方式, 渐渐演变成了一种公开的大众化的音乐表演。 当然, 这种演出的场合可能多设于宫廷之中。 另外, 演奏姿势经历了向下斜抱、 横抱、 向上斜抱的过程。 也是在这一时期, 琵琶成为了一件普及广泛雅俗共赏的乐器。 我们可以在很多的藏尸, 诵词中看到古代文人对他们的描写。 这就是保存于日本郑苍苑中的唐代五弦琵琶。 到了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的琵琶与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琵琶差异越来越小了。 这一时期的琵琶有取向自弦琵琶发展而来, 只要经历了三个方面的演变。 一是坐姿, 明清时期以及以后的琵琶, 琵琶演奏大多以端坐在椅子上为主要形式。 二是演奏姿势。 前面提到, 琵琶演奏姿势经历了向下斜抱、 横抱、向上斜抱的过程。 这一时期, 演奏者斜抱的角度越来越小, 趋于竖抱。 在这种抱琴姿势的改进下, 左手被释放出来, 得以更加灵活地上下移动, 从而弹出更为广阔的音域。 由于左手不需要更多的力量来扶琴, 则更有利于左手手指在弦上灵活地按弦。 与此同时, 为了使左手更加顺畅地移动, 琴颈步也适当地加长。 三是演奏方式。 右手由波子单纯地弹挑, 固定为五个手指共同演奏, 为右手创造了极大的演奏空间与技法。 进而发展出挑、磨、轮扫等不同技巧, 为琵琶艺术开拓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以上便是琵琶从琴汉到明清时期的大致流变过程。 但事实上, 每一种乐器的诞生、发展演变过程都不是孤立的, 而是多种多样互相关联有群体、 族类、派声的特点。 它们有着不同的形态、音质、音色特性, 也有着不同的演奏方法。 它们既独立存在, 又是不同乐器融合过度的产物。 关于琵琶的历史来源, 至今仍然众说纷纭, 但可以确定的是, 琵琶是在不同民族文化碰撞, 不同地域文化融合, 以及不同朝代更迭当中演化而来的中西文化产物。 回顾和梳理千百年来琵琶艺术的各个时期的变化, 可以看到它悠久而复杂的历史发展脉络。 在漫长的历史时间里, 形成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是汇集了中西方人民智慧的结晶。 它以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的咸陶和汉琵琶为雏形, 在魏晋时期融合了以五千多年前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德为始祖的波斯离形曲像琵琶。 到了唐宋时期, 随着五仙琵琶的没落, 以及其他软肋乐器自成一类的分化, 琵琶乐器所指范围越来越小, 并达到了琵琶艺术的第一个高峰期。 而后琵琶又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 从横暴到竖暴, 从波片演奏到纸弹, 琴琶和琴声随着演奏方式的改变而得到不断的调整, 无论是琵琶乐器的形制, 演奏姿势, 演奏方法等都经历了很大的变化。 琵琶艺术也在不断的进化中成为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当代琵琶的样子, 对琵琶的历史背景追踪溯源是个比较艰难的过程。 以上也是我在参考探人研究成果之后得出的, 代表我自己的个人想法。 接下来是明期以后的琵琶发展。 云青时期琵琶艺术发展的一大重要事件在于流派的产生。 流派之间独立而融合的发展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并影响着琵琶艺术的当代发展。 流派是指学术思想或艺术创作方面的派别, 各个流派都有独特的风格、形式和内容为标志, 各流派之间有着鲜明的区别。 确立一个琵琶流派的条件, 主要包括演奏技法有独到之处, 乐曲出力有独创之处, 诗诚记忆能远远流长, 广大听众能认同喜爱四个方面。 以这四个条件为前期, 琵琶艺术在明末清秋时分为南派和北派, 北方以燕京王军西派及直立派为代表, 南方以浙江陈教父派以浙江派为代表。 到了清代, 北派琵琶逐渐衰落, 南派琵琶又分为众多流派。 自十八世纪末开始, 南派琵琶就以江浙为中心, 发展成无锡派、 平湖派、 浦东派、 崇明派、 上海派、 五大流派。 首先是无锡派, 时代先锋, 无锡派是五个, 是琵琶五个传派出现最早的派别, 以华丘平为代表。 无锡派的传承主要经历了四代传承, 与其他派别相比, 无锡派的继承者比较少, 且与其他派别在琵琶艺术上的交楼也较少。 花丘平生于清乾隆年间精通艺术, 善谈琵琶, 吸收了南北两派琵琶艺术的辉煌成果, 将传统的演奏作品编撰成《花丘平琵琶琶琶琶》, 成为我国第一部正式刊映的宫石谱课本琶琶琶, 开创了琵琶艺术发展的新时代。 第二是平湖派。 平湖派的继承者较多, 以李方元为代表。 这一派别的突出贡献在于他把很多传统的小曲, 通过一些过度旋律传联成完整的大曲, 并给这些作品加入了小标题。 其作用在于更好地引导人们正确的体会和把握音乐, 从而促进音乐的传播与发展。 这有点类似于李斯特创作交响式的意图。 除此之外, 平湖派还创造了一些新的执法, 丰富了琵琶的表现力, 对琵琶技术的可能性进行了突破性的探索。 第三是崇明派。 崇明派琵琶也被称为银舟鼓调派。 银舟鼓调代表着一类琵琶曲和演奏风格, 流传至今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其作品很多都十分短小, 取材于民间取调, 采用传统江南的曲式结构。 内容大多只给予民间生活, 又反映了普通劳动人民的精神面貌, 以及世间的美好。 比如月耳高, 鱼儿细水, 蜻蜓点水, 狮子滚绣球, 等等民间小曲。 当然, 除了小曲之外, 也有飞花点翠, 昭君苑等文曲。 浦东派 浦东派最早可以追溯到 新乾隆嘉庆年间的 居士林, 居茂堂两兄弟。 经历了六代传承, 产生了陈子敬, 沈浩出, 汪雨亭, 林诗成等记忆高超的琵琶大师, 同时留下了沈浩出编著的 杨正轩琵琶谱等 具有很大研究价值的琵琶传谱。 该传谱中将琵琶曲分为文曲, 比如《月耳高》, 舞曲比如《石面埋伏》, 《霸王谢家》, 大曲, 比如《阳春白雪》, 《灯月交辉》等等, 这三种相比其他流派, 普通派演奏技法更为丰富。 但这一派别反对花哨的执法, 而是更加注重文曲的情感表达和舞曲的内涵表达, 主张技术服务于乐曲。 杨正轩琵琶谱之所以有着非比寻常的重大意义, 是因为明清的琵琶谱都是用弓尺谱记写, 同时加注各种琵琶执法等符号。 演奏者即曲调时只能记鼓干音, 与实际演奏有着较大的差异。 这种琵琶谱, 我们称它原谱或鼓谱, 而非演奏谱, 越是古老的乐谱, 符号标记越简单, 为此明清时期学习琵琶, 除了看着老师所给的琵琶原谱外, 还需当面听老师的演奏, 把老师的实际演奏乐音, 以及处理方法等印记背熟才行。 杨正轩琵琶谱的出现为后来演奏谱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思想基础。 最后是上海派, 上海派又称为汪派, 创始人为汪玉琴。 汪派琵琶艺术萌芽于20世纪20年代, 发展于新中国初期, 是五大传派中出现最晚的派别。 但该派别名家辈出, 培养了李廷松, 王范蒂等琵琶大家。 这一派别将琵琶私人化的演奏, 转到了正式的大众化的演奏中。 这种实践场所和观演场所的转变, 将琵琶这一古老的传统乐器, 带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为今天琵琶走向世界, 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分享完琵琶的历史和流派之后, 接下来根据现代琵琶发展现状, 我主要从结构、 音色特点、 低于特色几个方面, 来与大家分享下一部分内容。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我们所使用的传统琵琶的基本构造, 琴头, 最顶端的部分称为琴头, 琴头下有弦槽, 用来固定住弦轴, 四只枕子, 也就是弦轴, 用来固定住琴弦, 并通过调整松紧程度, 使它产生不同的音高。 琴弦穿过弦轴上的小孔, 固定在弦槽内, 琴头上通常会有雕花, 主要起装饰作用。 山口, 大家可以看到, 琴头是向内弯曲凹陷下去的, 而正面的突出来的, 最上面的这一部分结构叫做山口。 琴弦在山口处, 弯曲通过弦轴上的小孔缠绕之后, 固定在弦槽内, 山口的作用在于增加琴弦的张力。 凤凰台, 从琴背可以看到, 与山口几乎相对应的位置, 位于琴体另一面, 一个凸起的白色部分称为凤凰台, 也可以叫它封枕, 它的作用应该是用于增加琴头的稳定性, 因为凤凰台是琴体相对平整的部分, 通常很多至琴师会在凤凰台上刻着自己的名字, 或者工作坊的标志, 比如我这把琴是张丹老师的琴, 上面就刻有智涛琴社的标志。 满瑞欣, 一位非常有名的智琴师傅, 几乎北京这边使用的专业演奏琴都出自满之父之手, 而他也会在凤凰台上刻上满瑞欣的名字样。 琴锦, 从前面对于琴琴历史流变的介绍中, 可知琴琴与中软三弦不同的是, 琴琴属于短锦弹播乐, 但它的形质在演化的过程当中, 为了演奏方便, 琴锦慢慢地变长, 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象和品, 大家可以看到琴锦上一格一格的凸起部分, 我们称之为象, 我们按音的时候, 一般是按住象内凹进去的部分, 又称金刚, 通常用象牙或者硬木制成, 而象以下的将面板分成大小不同的格子的竹条, 就是品, 不仅决定了琵琴的音准, 即长短、薄厚、材质、 安装的角度, 对整个琵琴的音色也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20世纪以来, 刘天华根据12平均率排品, 将琵琴最终定型为6项24品, 现在则一般为25品或26品, 通常采用生长周期较长的毛竹 制作加工而成, 给琵琴粘品的时候需要用较音器排品, 具体的每个品的距离, 和根据音准的音位来确定。 每把琴上品的位置, 虽然基本上大致相同, 但还是有具体的细微差别。 琴腹,琴锦的下面逐渐变宽, 形成的梨形的部分, 称为琴腹。 琴腹由面板、背板粘合而成, 琴背突起, 形成一个共鸣箱。 一板相对专业的琵琶, 其琴体背板通常选用进口木材, 比如红木、紫檀、花梨、鸡翅木等。 与背板相对的琴体正面称为面板, 也叫副面。 它是一块薄木板, 使琴琴最为重要的构成部分, 与琴琴演奏时的音量和音色有直接关系。 面板上粘有品, 在琴腹中, 也就是琴体背板和面板之间, 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还有音柱和音粮。 音粮也叫横档。 弦 弦是琴琴得以发声的最首要的声源体, 也是影响琴琴音色的关键部件。 传统琴琴有四根弦。 方景龙老师所弹的琴琴为五根弦, 但演奏方式和发音几乎相同。 四根弦由外到内, 由细到粗, 由高到低, 分别为紫弦、 中弦、 老弦、 禅弦, 分别对应一二三四弦。 如果左手不按音, 只用右手在弦上弹奏, 则称为演奏空弦。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前, 与中国其他传统弹拨乐器相似, 琴琴基本上用作丝弦, 用缠丝做乐器的弦, 在世界乐器史上不仅为中国最早, 也几乎为中国独有。 丝弦不仅是琴琴实现形音色的首要振动体, 同时也承载着中国传统音乐的审美观念。 至五六十年代的, 随着乐器改革的大潮, 中国大部分传统乐器的琴弦, 逐渐演变为金属弦和尼容缠弦。 传统丝弦最大的局限性, 在于它的音量小, 张力不够。 丝弦的张力有限, 只有经过长时间的拉伸, 张力才能达到所需的标准, 而此时琴弦也十分易短, 因此, 还是金属材质及尼容缠弦的琴弦音质更好, 且张力更为稳定。 副手又称为副弦, 束缚的副, 它是一块长形的木雕, 多用竹制。 副弦上半部分装有四个等距离的穿弦孔, 用以拴细琴弦, 副弦的下半部分则粘在琴板上。 阴窗, 又称阴孔。 中国的其他弹拨类乐器, 比如软、柳琴, 都是有明显的阴窗的, 包括西方的乐器, 比如小提琴也有阴窗, 然而琵琶并没有明显的阴窗, 只是在琵琶附弦的下面的有小孔。 这个小孔可以看作是它的阴窗。 琵琶不设阴窗的原因在于, 一旦开了阴窗, 琵琶的声音会变得较散, 不能集中, 音量也比较小。 以上便是关于琵琶构造的内容。 随着一代又一代艺术家的努力和创新, 琵琶发展至今形成了非常多样而复杂的指法, 这些不同的指法使得琵琶能够自由发挥出不同的音色。 大大扩展了琵琶演奏的表现空间, 促进了琵琶由传统到现代的结合与转变, 也增加了琵琶艺术走出国门与世界音乐相融合的可能性。 琵琶基本的演奏方法, 琵琶为竖抱琵琶将琴置放于两腿之间, 并微微向左倾斜, 左手在上, 右手在下, 左手按音, 右手弹奏, 双手进行配合演奏。 琵琶被称为明月之王的原因, 除了它多变的音色和丰富的表现力之外, 还有它的指法。 很多人认为琵琶的指法是所有中国民族乐器中最多也是最复杂的, 也正如此, 琵琶的入门难度也比其他乐器大了不少。 琵琶的指法分为左手指法和右手指法。 首先来看右手指法, 琵琶的右手通常需要佩戴指甲, 用指甲的正反侧面与琴弦接触摩擦发声, 右手的五个指头都有各自的演奏方式, 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增加了琵琶音色的多样性。 琵琶最基础的指法是弹和挑。 弹即用右手食指指甲的正面与弦正面接触向外弹出, 而挑则是用右手大指指甲的正面与弹相反的方向挑起, 弹挑共同构成。 琵琶最基础的演奏、技法。 而这种演奏方式也成为了琵琶这个子语说法的来源之一。 这里我把左右手的指法大致分成了三个系统, 分别是弹挑系统、 轮指系统和飞跃音系统。 我将列举部分在演奏中运用较多的指法进行解释说明。 首先是右手的指法系统。 右手指法系统主要分为弹挑系统和轮指系统。 弹挑分为正弹、反弹以及正反结合。 正弹中十指有弹、正弹中十指有弹、双弹、小扫、扫、等指法。 中指有弹、大指有弹、大指有弹、双弹、小扫、扫、还有铃、等等。 各指结合还有滚、分、三分、三分、还有大枣、大符。 反弹的指法有磨、勾、 三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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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 轮指系统中的指法包括长轮 半轮 还有三指轮 满轮等等 左手指法系统有银,揉,带,走,打,推,拉,挫,住 这整个称为错柱 还有颤音 还有泛音 还有泛音 员工泛音 除了左右手指法系统 还有飞跃音系统 包括拍 拍板,拍面板 还有拍琴弦 还有摘 还有弹面板 轮板 还有虚 还有鸟 还有脚弦 等等 不同系统之间的自由组合 不仅可以演奏琵琶传统的民间音乐 演奏文武曲 还可以演奏现代音乐 通过丰富的指法 以模仿世界各地不同乐器的音色 并与之相融合 琵琶在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的特色 这里我主要举三个比较常见的地域音乐 福建南音 福建南音是闽南和台湾等地区流行的一个古老乐种 常被应用于高甲戏 木偶戏 和黎渊戏等地方戏曲 作为这些剧种声乐唱腔的一个组成部分 琵琶常被应用于福建南音乐队的伴奏或合奏中 主要其指挥的作用 福建南音琵琶在形制和构造 与我们常见的传统琵琶比较突出的不同之处 在与其面板两侧上端均开乐崖型的凤野 解多为四项酒品或食品 除此之外 南音琵琶仍然承袭唐宋时期的持琴方法 坚持手向上方斜抱 另外 南音琵琶发出的音高是固定的 它没有传统琵琶那种可根据乐曲 对音量和音色进行自由变化的特点 江南丝竹 江南丝竹是流行于江苏南部 浙江西部和上海地区的丝竹音乐的统称 因为乐队主要由二胡 阳琴,琴,琴琴,琴琴,笛销等 丝竹类乐器组成 所以称之为江南丝竹 弹词 一般指苏州弹词 弹词是一种流行于江苏南部,上海和浙江等地的一种 即说唱弹为一体的曲异形式 弹词始建于明朝 在清朝达到繁荣 至今依然流行 弹词的主要伴奏乐器为琵琶和三弦 在弹词中最早使用的是四项十品琵琶 后来演变为四项十二品或十三品琵琶 现在也逐渐使用按十二平均率排列的六项十八品或二十四品琵琶 相对于南音琵琶来说 弹词中琵琶的形制与演奏方式 与我们现在所使用的传统普通琵琶更为相似 最后一部分我将与大家分享几首琵琶作品 《阳春白雪》是一首流传很广的经典琵琶曲 明代王志登长安春雪曲有 鲍莱直选阳春曲弹作盘中大小猪的诗句 故此曲大概早在明代已流传民间 此曲的乐谱最早建于居士林琵琶谱谱 名为六版 流传至今有多个版本 但目前最长演奏的版本 是汪派琵琶大师汪玉廷先生整理的七段版《阳春白雪》 该曲曲调主题突出 每段之间相互呼应 乐曲通过活泼 新颖的旋律 和稍快而具有推动力的节奏 书写东去春来 大地复苏 万物相容 生机勃勃的初春景象 同时表现了人们乐观上进的愉快心情 全曲分为七段 每段有各自的小标题 分别是独占凹头 《风板荷花》 《一轮明月》 《玉板参禅》 《铁侧板声》 《道院琴声》和《东高鹤鸣》 这首曲子恰当地运用了半轮 推拉 搅弦等琵琶技巧 对表现旋律特定的音乐情绪 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它既不同于传统乐曲中舞套的手法 又不同于文套的风格 而是容文套 舞套于一炉 形成琵琶传统表现技法的另一类 成为大曲 佐全 Evno 导演过在吗 即使手いた 既能呼吸 又往熟 首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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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是我国历史流传九月影响颇大的一首著名琵琶舞套曲 作曲和年代已不可考 大概在十六或十七世纪以前就已经在民间流传 许茜茜茜茜茜 在1819年画秋平边的南北二派秘本《琵琶普真传》中 《真传》中 这首首歌曲以我国历史上的楚汉相征为题材运用生动精炼的音乐语言描写刘邦应用十面埋伏的阵法把项羽围困盖下最后全坚储君的生动战斗情节和宏伟的战斗场面 该下大战是延续五年之久的楚汉相征的最后一次决战 发生在公元前2002年 刘邦调动三十万大军 把项羽十万人马紧紧围困在该下 项羽粮草断绝 人困满发 白天两军交战 项羽打败 夜晚刘邦采用军师张良计策 吩咐汉军大唱楚歌 使项羽造成错觉 以为汉军已攻下西楚 项羽的兵士听到楚歌后 多斯加厌战 军心涣散 此刻项羽自知败局已定 夜半在帐中饮酒 与鱼姬绝别 之后 趁夜色带领八百余将士冲出重围 回返江东 清晨 刘邦发掘 其派数千骑兵追赶 项羽边战边逃 逃至英灵 此时项羽自知不能胜 也绝无言见江东复老 随拔剑自吻于乌江边 由此 汉军胜利凯旋 这首鼓曲通过音乐形象 反映了这一历史事件 从音乐发展上看 全曲可分为三个部分 分别是一到七段 为战前准备 刻画了汉军阵营的威严形象 八到十二段 为战争过程描写激烈紧张的战斗场景 十三到十八段 最后部分以昂扬的情调和喜庆的气氛 表现了汉军的胜利凯旋 目前为了演出效果 一般都演奏到十三段乐曲高潮时结束全曲 《石面埋伏》是我国琵琶曲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也是一部交响性的音乐史诗 受到了世界各国听众的高度赞誉 《石面埋伏》 《石面埋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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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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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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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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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Zither Harp 除了对传统音乐作品的改编 琵琶也有大量独创的现代独奏作品 春雨便是其中一首 琵琶独奏曲春雨是1981年 由朱毅、文博两位作曲家 共同创作的一首作品 这首作品在1982年 济南举办的全国民族独奏会上首演 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此后 该曲被各专业院校列为琵琶教材 考级曲目、比赛曲目 以及音乐会曲演奏曲目 深受演奏者和听众的喜爱 春雨借鉴了江南平台的曲调 以清新流畅的旋律 用琵琶丰富的语言描绘了春天的到来 以及春雨过后万物生长 欣欣向荣的图景 刻画出了一幅浓淡相宜的水箱画卷 而在技法上 春雨还借鉴了吉他右手的演奏技法 以及西方音乐作品中常见的副调手法 具有旋律性强 动态起伏大 技巧丰富 雅俗共赏等特点 是近年来琵琶独奏作品中的上乘之作 优优惠有 denk备 优优独奏作品中的跑目 优独奏作品中的发音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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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